里面的话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总共会有这个第一段批次的下载 但是下载之后的话会有几个衍生的问题分别把它解决 比如说它有多余的那个日期 比如每一个page都会有那个什么日期的那个那个标题的列 所以那一列要把它删掉 那要怎么删除它呢 基本上我们就跑一个 我把字放大一下工具选项然后撰写风格这个把它改成12左右吧 这样看起来比较清楚一点 那实际上以后呢如果你遇到像比如你有很多那个 像你一个资料里面有那个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笔的资料里面 那有哪些资料你可能要把它删掉的话 特别注意以后千万记得不要用土法链钢的 你如果学过VBA的我想你应该会想要用聪明链的办法 那我们常常会遇到这个资料里面有哪一些如果他可能有什么资料出现的时候 我就把那一列给删掉的话 特别注意 这个你就可以拿来套用了 以后的话真的因为像这些这些方法 像我工作上还蛮常用到 尤其要删掉列的时候真的不要傻傻的自己慢慢在那边 就是慢慢删了 说真的第一个没有效率 第二个的话真的你也会很累嘛 因为你用人工的方法来做 那如果说可以的话其实你可以套用 其实程式并不多 就真的只有这五行程式 你就拿来做修改就可以 那首先第一个当然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什么 它的回圈一定从后面有没有 最下面一列到哪一列呢 因为我要保留第一列一定不能删 所以我一定要从最下面一列 这个是用追踪 这前面讲过向下追踪到第二列 然后里面帮我什么 step-1一定要加 因为为什么step就是它的 它要越来越少的话 越来越多不用 那越来越少一定要加step-1 那当然了这个跑就它全部都会跑 但里面有个检查 检查的部分在这里 如果它的什么呢 A栏里面的I列资料 A栏里面的I列 就是说比如说我从最下面 最下面假设是A的一万列好了 就A一万里面的资料是不是日期 如果是的话呢 那我就做这一件事 就是把它的同一列 同一列有没有 把它删除掉 那就是写成这样就可以了 其实程式真的不多 但是效益非常的大 所以以后如果你们在处理资料的时候 记得这个是非常好的方法 我觉得学习VBA主要的目的就是说 让你知道说以后千万不要再做一些这个土法链钢 而且没有效率的事情 尽量就是说如果可以 以后再处理Sale的这些工作的时候 尽量用程式来解决 但不是只有像这种简单的 任何其实 只要是重复性非常高的动作 其实都有必要呢 把它写成程式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你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的快速就可以把它完成 那另外的话当然你节省掉很多时间 然后再来当然呢 你也可以把多余的时间去做你想做 所以基本上如果会这些方法 有个好处就是说 你上班就比较不需要加班了 OK 你会像我在职场上遇到大部分很多需要一直不断加班的人 其实都会有个共通性 就是说他这方面的专业素养真的是不太够 他为什么会加班呢 因为他花了太多时间 在整理这些资料上面 比如说我们像这一题好了 我要批次下载那个网路上面的那个大乐透资料的话 那当然如果不会对的方法 他就不会批次下载 有没有 然后当然我们这边是1到57 我只是说把它改成比较少 那就是这个回圈主要是吧 可以帮我把1到57页全部下载下来 那这个是把所有的列全部都把它删掉 那这个删除列的部分呢 当然不是所有列 是如果他条件日期的话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呢 日期部分有问题 我上礼拜有讲到 这个其实相对的比较复杂一点 就是把什么呢 下面的列再把它复制到上面 然后另外删除 删除不需要的两列 删除一列的话写一行 删除两列 这个是删除那一列 这个是删除它的上一 这个 它的什么呢 减一吧 减一的话就是它的上一列 OK 比如说这一列跟上一列删掉 然后再增加中奖号码 最后做资料剖析 那剖析的话呢 就是把资料分开来 OK 其实非常简单 只要写一行程式 就是这个叫Splitter 把它做切格 所以以后 特别最好 我们一个格子里面 有六个号码 我把它分开 中间加豆点的话 其实就是这样写就可以了 OK 这个其实还蛮方便 当然你也可以用录制聚集 里面的那个 用资料剖析来做 不过 如果你用资料剖析 把它录成聚集的话 我印象中 程式至少超过十行 六十行 那如果你写VBA的话 只要写一行 当然以我的角度来看 我当然很希望说 你就把它写成一行就好 清爽 然后呢 你可以阅读心也高 OK 再来的话呢 就是删除B栏 然后AutoFit 自动调整栏宽 最后的话呢 把上面总共七段的Sub 全部再集结起来 就是一个大乐透下载 的一个完整的这个程式了 OK 那你将来你用空谷空 就OK啦 不过 我知道蛮多同学 其实还蛮认真在做 可是其实遇到蛮多问题 为什么 因为真的是还蛮难的 里面的话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不过 如果你都可以一一克服的话 以后你的效率相对会比较高 我们把这个demo一下 比如做完之后 当然也许不一定 我先把它下载实验好了 然后呢 将来执行的话 你也不一定要产生一个按钮 其实只要怎么样 直接就执行这个就可以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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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